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 Dr. Masao Kotaka 小高亚代 我是生物医学学院的高级讲师 今天会和你们讲一讲 我们这个生物医学学士学位的一些资讯 什么是生物医学呢? 生物医学最重要是我们想看回健康与疾病的关系 从而利用一些科学的原理 去看看怎样我们可以理解多些疾病的发生 还有怎样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如果我们可以明白到这个科学原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协助一些我们医学上的创新 然后就可以应用到在我们的医学的科技发展那里 那如果我们读我们生物医学学士的学位 那为什么会建议你们选我们香港医学呢? 因为其实我们香港大学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生物医学研究 那我们其实医学院里面有一组非常优秀的科学家 是从事生物医学科技的研究的 那而我们也都 我想你们大家也都知道 那其实香港大学医学院其实也是世界排名都数位一指的医学院来的 那而我们的教学也是非常之好的 也都是国际认可的 那在我们自己本身生物医学学院里面 那我们其实都从事着一些非常优秀的生物医学研究的 那例如我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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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的院长 陈振胜教授 那其实他就专门就是研究一些帮助到我们一些骨落的退化的 的治疗的研究 那他是研究着一些骨落里面的细胞 根健的细胞 那从而研究他们怎样会退化 那然后就希望可以发展到一些医药上面的应用 那就帮助那些老人家防止退化得那么快 或者有些退化的症状的时候 那怎样可以去医治的 那另外呢 我们另一位教授 马桂尔教授 那他也是从事着一些癌症细胞的研究 那他就专门是看着一些 癌细胞里面的钢细胞 那就看看怎样可以 就是希望透过研究这些钢细胞 那就可以发明一些治疗的方法 那就可以去治疗这些癌症 那而他其实现在就是用着一些 腸胃上的一些癌症 来做一个模型 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那说回我们的生物医学 学士学位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 在世界和在亚洲里面 其实我们的排名都是很高的 那在Times High Education 29 那而在亚洲排名就是第三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 医学院和我们生物医学学士 学位的排名 其实在世界上都是高的 那其实我们这个生物医学学士的 的课程其实都是比较新 那我们第一次修生就是在2012年 那所以我们第一班的毕业生 就会在2016年毕业的 那你可以见到其实我们现在 每一年的修生都略略会有提升 那去到我们今年2020、2021年 那其实你都见到 我们都是维持在大概是60个学生那里 那中间有JUPS 也都是有NonJUPS 那你可以看回这个图表 你就会见到 那而我们修的学生呢 除了我们是修我们本地学生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有很 很国际化的一个学生的比例 那你可以见到譬如我们会有 韩国人、马来西亚人、澳洲人、日本人 斯里兰卡人、印度人 或者是一些巴基斯坦过来的同学仔都有的 那你可能都会问 那不组业之后 你们的毕业生会做些什么呢? 那你可以看回就是由2016年我们第一届毕业生 去到我们今年的毕业生的话 那你会见到其实是这个图表那里呢? 那你会见到其实呢? 有28%的同学仔 就是8个都会留在香港 那就继续读研究的课程 那如果你看下这个图表底下 你的左下角 那你会见到其实都会有13%的同学 那就会是继续去进修一些比较专业的课程 例如就是留在我们医学院那里继续读 那接着另外有22%那你就去回右下角了 那你就会见到有22%的同学仔 就去了海外那里就去继续进修一些研究 研究碩士或者研究博士的课程 那而有部分都很大部分 有大概37%的同学在畜业之后 其实是会出去公司那里找工作的 那他们会是在一些生物科的公司 或者在一些医药的公司那里做研究发展 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 那也都有同学是会去做教师 或者去做公务员都有 那说回我们整个课程其实本质是怎样 那我们就会是这个四年制的课程来的 那我们去年2020、2021年的收生 那我们就是收了63个同学 那我们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可以为同学 就是给到一个训练他们就是你会明白 以及理解我们在生物医学里面 最新的医学发展和科学的发展 那而希望我们就希望可以是培养到 那些毕业新出来的时候 他们是有一个非常之 他们是有一个非常之强的结构的 就是他们的 他们是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 knowledge base 就是他们会其实对生物医学 其实的所有的科目 他们都会有一个非常之强的基本理解 那这个是我们的生物医学学士学位 基本上四年是会的结构是怎样的 那所以在第一年呢 那你就会先读一些我们的 core course 结构课程 那然后你也要读回大学的一些通识课程的 那而如果你的 那另外你也是需要去读一些语文的课程 那这个就是你第一年要读的东西 那第一年的暑假 其实你是可以去做一些实习的 那实习方面我们稍后会再讲 因为你每一年的暑假 其实你都有机会去做实习的 那第二年你就会继续读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 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的结构课程 那你也可以有一些 第二些就是说可以选择我们生物科学的选择科 那其实也有很大部分的选择科 你可以选择 那而你继续也是需要去读大学本身 提供的通识课程的 那去到第三年呢 那你就要是呢 你就会留在香港 那就读我们生物医学学位的一些选择科目 那或者你就会出了去外国做交流的 那而交流呢 其实也都包括了就是我们有一些 有些涵接的课程 就是和一些外国学校合作的涵接课程 那你都会在第三年去做的 那第四年呢 你就回来的时候呢 那如果你没有出去 或者如果你有出去的话 你都是 回来都是继续要读我们剩余的选择科 那而你就要 跟着呢就要做两个project 那要不呢你就要做一个研究 着重研究的最后一年去project 那另外呢 就或者会做一个我们 比较着重于生物科技创新的一个project 那我们这个生物医学的学位课程 其实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就是有三样东西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有暑期的实习的项目给你们 那我们有涵接的课程 那我们其实都会提供三个副修科目给你们的 那我会逐一给你们介绍 那这个暑期实习课程呢 那其实呢 它就不计计学分的 那所以它就不计计 如果你选择去做这个暑期实习课程 其实它就不会计计去你整个生物医学 学位课程里面的一些学分的 因为它没有学分的 那它有些什么呢 那它就会有三种不同的实习 那它是开放给我们生物医学学士 一年班到三年班的同学 那它就会分就是说你是本地的研究实习 海外的研究实习 或者你是多一些香港本地生物医学产业的实习 实习的机会的 那在暑假的时候 那你就会花六至十个星期去做实习 那通常都会是六月至八月这样去做的 那我们本身的学院呢 就会给你们一些钱 去补贴你们的交通或者吃饭 那但是呢 这个实习的这个机会就不是人人都有的 因为我们都是要在同学里面 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同学 那所以呢 同学要记住就是你们的GPA 就是通常都要过3.3 那然后呢 我们都要可能如果太多同学申请的话 那我们都是要有面试 那还有我们都要提醒你 如果你是要去做这个研究实习的话 那我们都是要去看你的研究项目是什么 那之后呢 我们才会给你去做的 那但是同学也都可以留意 就是说其实 每一年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实习去做 那但是你可以每一年都申请 都申请这个实习课程 不过就是你每一年都申请不同的实习 就是可能你今年做了本地实习的 那你明年呢 就可能想去外面的公司那里做这个产业实习 那最后那一年呢 你就去外国做这个海外研究实习 都是可以的 这样 那接着呢 就讲回我们 第四年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一些project 那么第四年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最新就是 我们就要做 你们可以选择有两种不同的project 可以选择的 那么 这个final year research project 那就是你最后一年做的一个研究课题 那你就是要去找我们医学院的老师 那然后你就跟我们自己医学院的老师 那就是会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 那就是可能要 那从中就会包括做实验 那就是去研究一个课题的 那但是如果你说我不是对研究很有兴趣 但是我对创科很有兴趣的话呢 那你可以选择去做一个 我们现在新的叫做 Bio Medical Innovation Team project 那它就比较着重創新 那它就会希望就是将你过往 在我们生物医学课程里面学到的知识 那就加上我们在这个project里面 会教你的一些商业上面 或者是这个市场市场marketing上面的知识 那它接着就会将一些 你们想到的 你们有兴趣的生物科技的课题 那就将它变成一些可以卖的 或者一些可以卖出街的一些的产品 那这样 那接着呢 我们就会跟你说一下这个 咸哲课程了 那其实在2015、2016年的学年开始呢 我们就会有四个咸哲课程 是给你们可以在三年班的时候选择去读的 那这个咸哲课程 其实我们设计的目的就是希望 可以令同学有多些世界性的学习的机会 和一些世界性的一些工作的机会 那也希望呢 可以说你们可以给多些选择 那就去想去 如果你们将来有兴趣的话 去做一些在生物医学里面的专业的课程 那也都是希望 我们就说可以希望你们是多元化一点 就是你们的学习是可以多元化一点 那我们就有三间 我们有和两间大学其实都有合作的 那第一个呢 就是其实和我们自己的医学院会有合作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和悉尼大学和这个爱丁堡大学都会有合作的 那通常你们就会在三年班的时候去做这个咸哲课程的 那你会见到其实我们有四种咸哲课程 那第一个呢 就会在爱丁堡大学就读受医了 那所以你们三年班的时候呢 那另外一些呢 就会在悉尼大学就去读这个物理治疗 或者去做这个放射 这个诊断放射性治疗的一些的课程 那最后这个呢 就会是其实是留在我们HKU 那但是呢 你就会是读一些咸哲课程 就是跟着呢 你就可以继续去读 在我们生物医学学士畜业之后呢 你就可以继续去读我们的医科课程 那最后毕业就可以做医生的 那你会见到其实呢 现在由2015年开始去到今时今日呢 其实每一个课程都有不同的 都其实都有一些同学是会参与的 那或者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 如果你想留在我们香港 香港要读医的话 那可以怎么做呢 那你一年班的时候 二年班的时候 你就读回我们生物医学学士的课程 那三年班的第一个学期 你也是继续读回我们生物医学学士的课程 那到第二个学期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去读医科生一年班下学期的课程 那然后读完这个课程之后呢 那你第四年的时候呢 那你就会回来我们 你就要完成我们第四年的课程了 那接着你就会拿到我们生物医学学士的学位了 那但是接着之后呢 因为你已经是读了我们的第一年 医科生的第一年了嘛 那所以你接着再继续读医科生 读医科生的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读第一年了 那你就直接就会去读医科生的第二年了 那而接着 我们也会免除了要去读第三年的课程的 那所以呢 你就是读完第二年之后呢 就直接去读第四年 然后就一直去到你毕业了 那所以其实你省了时间 就是接着就会有两个 就会有两个 两个学位了 那如果你说我想读兽医 那又怎样呢 那你就 我们这个安排呢 就是我们这部大学做的安排 那这个就是一个 他们四年的gradual entry program 那我们的同学呢 就会三年班 就会去读他们第一年 他们四年制的第一年的课程 那接着你就读完这一年之后呢 又回来我们香港大学 那就完成我们生物学士学位的课程 那之后呢 你读完畢了业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回去爱丁堡大学 那就完成余下那三年的课程 那之后呢 就会拿到他们的兽医学士学位 那所以其实你 总共来说你就省了一年 那你就会可以在七年 就会拿到我们生物医学士的学位了 和他们那边的兽医学位的 那接着去到就讲一下 如果你想去识理大学 读这个物理治疗了 那如果你想去识理大学读物理治疗的话呢 那你就会其实就会去行接 去一个物理治疗碩士的课程 那其实这个课程就是两年制的 那也是好像其他我们之前说过一样 都是三年班去的 那但是呢 你三年班去到呢 就是读他们的第一年 那然后今月回来呢 那你又是在我们那里读了 第四年毕业 那毕业之后呢 那你就回去呢 那但是你就要多读一年半的 这个物理治疗碩士的课程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用五年半的时间呢 就可以拿到我们生物医学士学位 那还有也可以拿到这个 物理治疗碩士的课程 的学位的 那如果你是想去做放射治疗师 那你想去读这个放射治疗碩士的话呢 那你也是去试尼的 那这个学位其实正常来说呢 都是两年的 那如果我们是生物医学学士的同学的话呢 那你也是了 又是三年班的时候去读一年 那回来 接着就拿我们生物医学学士的学位之后呢 那你就回去试尼大学呢 就读完愚客的一年半 那然后你就会拿到这个碩士学位课程 那医科生 因为刚才我讲了 那我不再继续讲了 那我想希望你都清楚 有什么问题 就之后再问吧 那然后我们这个生物医学学士的课程呢 其实我们都有三个附修方法 可以给你们选择 那我们会有这个基因学和基因组学呢 那就是希望在一下可不可以我们 可以看一下一些基因的应用去到就是看一下一些臨床的治疗 或者我们在这个普通我们平时在我们的健康里面可不可以有些帮助呢 那另外呢就是生物科技和这个臨床的研究 那希望呢就是在这个附修呢 那我们就会看一下一些可不可以利用一些最新的生物科技的研究 或者是一些临床的实验 那然后去促进这个创科的一些发展 那最后呢就是运动技能学 那我们就是希望 如果你想选择这个普通的话呢 那你就会学得到就是怎么样用运动去防止一些疾病的蔓延 或者是老化这样的 那 其实除了读书之外呢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其他东西的 那我们也会给到一些 我们叫做experiential learning 的机会 大家其实都是去交流 那我们其实本身我们会有这个交流的项目的 那我们其实会和浙江大学的 医学科学的一个学院 那其实我们都一直有交流计划的 那自从2014年开始 那其实我们都会和浙江大学有交流 那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在第二个学期 或者第一个学期的这个reading week 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都会组团去上海 那去看看他们最新的生物医学科技的发展 那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些照片都是我们的同学去浙江 或者去上海的时候拍摄回来的 那你可以看到在上海其实他们都去了一些 在上海的一些生物医学的公司那里 那就是去做交流 那这样的 那当然其实你们也可以在第三年的时候 选择 就是说 在我们香港大学去选择一些交流 国际交流的项目 那就是其实很多我们的同学都会在第三年的时候 会选择去交流的 那这些就是有一些例子他们去哪些大学那里做交流 那譬如有劍桀 Kings College Stanford 那这样 那而其实我们的老师都其实很关心同学的 那所以同学进来之后 其实我们都会有这个学术的这个指导 那我们都会是 就是会有一个学生指导的一个服务的 那因为希望我们都明白同学 由中学转到来大学 其实环境是很不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都希望可以帮同学顺利过渡 那而另外我们都会有 一对一的指导 譬如你想选择些什么科 你将来想做些什么 或者你想要找些什么研究的课题 那我们都会是会有个人一对一的指导 那好了 那讲了那么多关于我们学时学位的课程 那我想你们最关心的那样东西 其实都是修生 那我们不如就讲下修生的东西 那先讲Dupert 那如果你是用Dupert 的考试 那我们就要求你DSE 就有四个核心科目 你就一定要是 是要有中英数 和有通识 那亦都是你那个level 亦都是要跟回我们以上想写的 那接着你就要选择有两科的选择科目 那就要在level 3 那其实这两科选择科目里面 一定要有其中有一科是化学 或者生物 或者你的综合科学里面 一定要有化学或者生物 那然后就 然后呢 然后我们也都会安排 有一个group interview 给你们的 那如果你说很多同学 其实成绩都是差不多 那个面试的表现都是差不多 那我们会怎样选择呢 那其实我们也是好看 当然看你们面试的表现 那然后看看你们校长有没有推荐信 那然后也都看其他东西 那譬如你会不会有些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 会不会其实你有没有在体育方面 你有没有拿到奖学金 各样这样 那如果你说面试的话 那其实我们会有两轮的面试的 那DUPIS 那我们就第一轮 就会在6月23日 明年6月23日 那当你出了成绩之后 在7月30日 我们都还会有另外一轮的面试 那你要记住就是说 如果同学我们是已经short list 了你的话 那其实你就只需要来参加一场面试就OK的了 好了 那然后就讲分数了 那我们因为你都知道 我们会有这个额外的加分制 那所以呢 我们是会选用下面 蓝色夸夸这个额外的加分制 去计分的 那所以同学如果是想着自己 可能会预计自己拿多少分的话 那就麻烦你用下面蓝色夸夸这个新的加分 的计分制去计分了 那我们去年呢 其实呢 用了这个新的计分制之后呢 那我们其实最低的收生 那个分数呢 就是39分 是的 那就跟其他 就是往年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在去年 就刚刚开始新用了这个加分制 那同学就要留意 那如果同学说 嗯 我不是DUPIS的 我不是DUPIS 那又怎样呢 那如果是DUPIS的话 那你就要留意 那就是如果我们 入我们生物医学学时的 的需求的话呢 那就是你一定要有 化学或者生物 就是chemistry or biology 那而英文呢 你也要看回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 GCEO英文 IP英文呢 ILS TOEFL 或者SAT 那这样 那而跟着你也是 其实你也是需要有 第二个language 就是你需要有 第二个语言的 那你一定要是 在第二个语言 一定要是 拿pass 那我们才会考虑的 那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表就是 列出我们去年 其实修生的 那个 那个 标准是怎样 那因为都很多 所以我就不一读了 那可能譬如 你会看到就是IB 那你要拿36分 GCEA level 那你要拿3A 那其他那些 那都 我认为自己 自己看 那 那 然后也是 我们也会看 就是说 我们也会看 其实你那些 推荐人 帮你寫过空推荐信 你本身有没有其他 表现比较 比较出现的 表现比较出现的 那你的课外活动 那还有都是 看回你面试的表现 那 那我想 我今天的介绍 就到此为止 那所以 但是 其实我们的生物医学学院 其实也有很多资讯 那或者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或者去我们的IG 或者Facebook 那里 那你都会看到我们 学院 和我们这个program 很多的资讯 那或者 现在我们可以去 答一答你们的问题 哦 好 那有同学问就是说 如果我 没有将 生物医学学士学位 放在 nonjubus 那个 那个 application 如果我没有放在第一志愿 那那又怎么 我会不会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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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讨论你这这科学 那其实 如果你没有把我们做第一志愿的话 那我想 那个机会就微了 因为我们通常 都是会挑 一些同学 选了第一志愿的 那我们才会去面询的 那 有同学也都问 那就是说 我們需要生物醫學學士學運,要是要化學,要是要生物 如果我只讀了生物的話,我可不可以讀香港大學醫科生的銜接課程呢? 其實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生物或者化學的要求,其實就是在我們生物醫學學士入學的時候需要 當你去銜接醫科生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是看你在讀我們這個課程的成績去決定 但是你要記住,如果你想銜接醫科生的課程 你就需要進來讀我們這個課程的時候 第一年和第二年,你一定要起碼有GPA3.6 而且你也是需要面試的 有同學問,那些銜接課程有沒有quota? 就有的 如果你說想去識尼大學讀物理治療 或者去放射治療的課程的話 每一個課程都有10個quota 如果你想讀獸醫的話,也有10個quota 如果你想讀我們醫科,那quota就少了 那quota只有5個而已 那有同學問就是說,如果他是考IB的 那就想問如果想讀我們這個課程的IB那個要求是什麼? 那你要是起碼拿36分 還有你是需要有biology biology 或者 chemistry 那都是要 in higher level 那我們才會考慮的 有同學問有沒有如果讀 如果你是non-jubic 申請 如果你是non-jubic 申請 但是你是用SAT、ACT或者AP的分數去申請 那會不會有 會不會沒有這麼好的優勢呢? 那其實就沒有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一樣考慮SAT、ACT或者其他的同學 但是你要記住就是說 如果你是SAT的話 那你起碼要拿1350分 那而你是需要每一課裡面 都是需要有至少有650分的 那如果你是考AP的話 那你是需要考AP的level 3 那以及是需要有三課的 請問有多少人可以有機會接上去MPBS讀商學位 那如果你是打算讀完我們生物醫學學位課程 才去讀MBBS的 即是先去讀醫科的話 那你是需要在你最後一年讀我們這個課程的時候 去以一個non-jubic 的學生的身份去申請讀醫科 那如果你不打算用銜接課程的方法的話 那你就唯有是走這條路 那就當你是一個全新的non-jubic 的申請 那樣 有同學問 Jubic 的面試是會是group 還是個人的? 那Jubic 我們一定是group interview 的 那有同學問 那上課在哪裏上課? 那其實上課呢 就會在我們醫學院沙酸道上課 也會在本部上課的 那有同學問 同學一個學期需要讀多少個科 那通常我們都會建議同學在每一個學期都讀五至六科左右 那有同學問 有必須要認識粵語嗎? 那其實就不是的 不需要的 那通常因為其實我們的課堂都是會用英文上 所以不需要用粵語的 那有同學問 那面試模式會是怎樣? 那剛才也說過 那Jubic 就會是group interview 那non-jubic 就是的話 我們就會是單對單的interview 那我們通常會問些什麼? 那就會問些普及科學的問題 那其實也是想看看你們對科學的認知 那還有我們也想見一見你們 看看我們大家見一見 那有同學 仔問 可不可以給多些資料? 就是畢業之後做些什麼? 那其實我們這一科都是比較新 那很多時候我們的同學 大部分其實都是去讀研究課程 那因為都是始終比較新 那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同學出了去讀研究石師 或者研究博士 那他們可能剛剛畢業或者都還沒畢業 那所以都給不到一個很實際的答案給你們 那有同學就問DSE最少多少分? 那DSE我們其實最低的要求是39分 那就是用最新的計分制度 記住 但是我們也會因應看看 有些同學申請今年的分數是怎樣而決定 那有同學問 那如果限制課程 會不會有獎學金? 那獎學金就不會有 但是我們可以有這個財政上的資助 是的 那有同學問 就是說如果我想讀物理治療的限制課程 那入學的要求是多少? 或者是怎樣才能夠合到這個限制課程呢? 那如果你想讀物理治療的限制課程 你GPA起碼要達到3.0 那但是也要因應就是說其實有多少同學申請 那你也是需要去面試的 那有同學問 是否一定要有讀Bio才可以申請我們生物醫學學位課程呢? 那不是的 你可以讀 你起碼要有一課就是Bio或者CAM 不一定要有Bio 但是你一定要隨便有一課 有同學問 我是不是需要放生物醫學學位課程去Band A 才能夠面試? 那答案就是 是的 如果你不放我們Band A 不放我們這個課程去Band A 那我們就不會邀請你來討論的了 那有同學問 那個運動機能學的副修 那就問會不會有Quota 或者有沒有一些入學的 有沒有一些選讀的要求 那其實就沒有Quota 那其實 因為同學是自己選擇讀這個副修 那所以我們是沒有設定Quota 那你可以自由去選修這些副修的 那有同學問 是否會看Predicted Score 那Predicted Score 我們是會看的 但是就只限於是Non-Dubus的同學 我們才會看Predicted Score 那有同學問 那我其實考了IELTS 但IELTS的成績未出 那我可不可以遲些補回IELTS的結果呢? 那答案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考了IELTS 但成績未出 那你可以遲些補回給我們的 那也有同學問 你問我們什麼時候會收到面試邀請? 那你大概如果是 Non-Dubus的話呢? 那你就今年的12月 或者明年的4月 那你就會分別地會 那如果我們會邀請你是早點的interview 那你就會在12月收到 今年的12月收到面試邀請 那如果你是遲些的話 那可能4月就會再收到第二輪的面試邀請 如果你不讀限制課程 你可不可以3年就完成生物醫學學位課程呢?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的課程的設計呢 你是需要用4年的時間去完成這個學位的 那有同學問 就是說什麼時候會interview呢? 那我同事在找到 Non-Dubus就會是 就是今年的12月18號 那也都是4月的10 明年4月的19號 那如果是Dubus的話呢? Dubus的話就是 明年的6月23號 和7月30號 可不可以從 有同學就問 可不可以重複 行接去到醫科的GPA要多少? 那你如果你要行接去GPA 去讀醫科的話 那你的GPA起碼要有3.6了 那有同學就問 其實如果 Non-Dubus interview會問什麼呢? 那我們通常都會問一些普通的問題 認識一下你 也會問一些很普遍科學的問題 看看你對科學知識的認知 那有同學問 如果我是一個DSE的同學 那會不會有早點的interview 那就不會有早點的 我們還是會等到6月才會邀請你們來interview 其實都還有很多問題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的時間限制 那這一節的 webinar的時間都要結束了 那你其實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其實你可以去我們那個virtual chat booth那裡 或者你可以 發電郵給我們的 那就是sbms at hku.hk 那也可以的了 那就多謝大家今天參與 好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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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